大家都知道艺人康康是主持人吴宗憲的好搭档,现年51岁的他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,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歌手,像是2000年发行的《快乐鸟日子》,直到今日依旧是许多人到KTVB点的歌曲。 然而最近康康全面停工,原是身体亮了红灯。51岁的康康出道多年,从跟在大咖旁边的绿叶,努力到现在都家喻户晓,之前还开新秀出超音波照片宣布老婆怀上第二胎女儿,不过现在他却宣布全面暂停所有演艺工作,因为他身体健康已经开始亮红灯了。 根据Ether Day 星光云,报道,康康先是PO出一张他憔悴戴着口罩的照片,接着回忆起从18岁出道的许多过往,从餐厅助唱到主持,接着挑战拍戏甚至出唱片,康康在演艺圈中有着一张辉煌成绩单。 但是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好好照顾身体,仗着自己年轻不好好保养身体,应酬多又喜欢吃麻辣锅等刺激性食物,也不太注重健康,才落会到现在下场。 他表示,只是现在不能说,不能亲喉,不能咳嗽,现在不能看喜剧,不能大笑,因为有伤口,和太太沟通比手画脚。 他要养伤不得已的晋升一个月,避免他讲话伤及伤口,他不敢幽默表示,洗澡不知不觉唱起歌来了,后来就决定不洗澡了。 他的圈内好友孔鏘得知康康开刀消息,排挥他,会不会一个月后喉咙音色发出来变成林俊杰的。 今康康表示,看到口腔的回应真的差点憋不住气笑出来。 康康现在已返家休养,他表示很感谢大家关心。 康康也因为这样工作必须中断,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需要靠喉咙来赚钱,于是宣布先暂停所有活动。 不过康康换了个心态后乐观地说现在是我工作最少的时候,再加上老婆怀孕 刚好自己休息也可以在家多陪陪老婆孩子 许多粉丝及亲友都相当担心康康的状况 康康也安抚大家表示当你们看到这,就代表我明年一月女儿要来报到了 所以我休养后就会种出江湖,为了奶粉钱更加努力,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希望康康身体能够赶快好起来一个月后粉丝们等待你回归